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汇指数低见100.62之后 转稳企又重上101关 日元汇价一度升大约1% 对每美元曾经升穿141 看看焦点美股 Tesla跌超过3% 至于苹果恢复在美国出售Apple Watch 苹果股价升0.2% Meta都轻微靠稳 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网易和京东比港股跌大约1% 腾讯只宣布292.22% 低本港收市0.3% 美团和阿里巴巴跌0.3%至0.5% 百度轻微靠云 汇丰控股ADR只宣布63.32% 比本港收市价升0.3% 港交所跌0.4% 先看看美股方面的导致期货的情况 导致期货现在升23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行轻偏远日经平均指数33,495点 跌43点 而澳洲股市方面 澳洲市跌0.3% 新西兰市只是轻微升了1点 接着我们来看看恒指黑期 但可能未必带到很大的方向出来 黑期星是4点 先和Rafi谈谈谈美股市况 大家都知道连美股仍然很强 道指再创新高 其实标指近迫近历史高位 现在不知道可否一年底前穿到 但仍然有一些水位 今年升得最多的纳指 昨晚有点回吐 一定会问如何看美股明年的走势 大家都猜到减息 究竟是预先反映了 还是还有一阵的水位呢 一月份会不会有获利回吐出现呢 如果是的话 如果你说明年真的走势向好 那就是一个吸纳时机 还是大家都要小心呢 你怎样看走势呢 我想明年其实美股整体的看法 我觉得会比较波动 就是可能是上下下都很多变的一个一年 就是未必说一个好像过去今年 那样的下跌向上 或者好像前两年那样的下跌向上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想最大的变数 真的是看着减息因素 因为其实你所说的 其实这一转这么强 就是几个指数不断判定 逼着高位的主因之一 其实过去几个星期都不断说了 就是大家在憧憬夏令会减息 减息是必然的 就是冲减夏令减息的次数 和时间会比较多次 和会比较早开始 所以这个是存在一个变数 就是会不会有些看法上的改变呢 譬如夏令一旦这个看法是转的 譬如可能对于减息次数 市场现在估计了十六次 如果最终觉得没那么多 开始调整一点 甚至可能就算是最终三月开始减息也好 但未必每次都减息 可能三月减息完 到七月之后打后再减息 其实这些一旦变化 其实对于股市的波动性是会大 所以我想只要这样看 其实美股也是比较偏波动的一年 未必像今年或者过去两年那样 债向上 所以我想如果你在部署上看 要拿捏得比较准 就是可能要等它调整完那一刻 才去吸纳会好些 好过你强劲一下去追上去 就是和今年的玩法会有些不同 我觉得有机会是这样 而你说就是刚才说波动 但是时间点或者节奏是怎样看呢 我想一月份就未必那么快 会立即出现回肚注 因为始终现在的气氛上说 其实还是偏好的 除非一月份回来 突然间有其他东西是抢到flow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要吸收了些钱 立即在美股身上去 获利回肚去走 其实机会性暂时又不太高 大家还是浸淫在这个气氛之中 对于减息等等 我想一月份未必那么快 转流程 但是比较大机会就是三月份 或者是第二季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那一刻 美股波动性会大一点 因为正如刚才说 就是三月开始 应该有机会第一次减息 但是会透过第一次减息 去看看之后 究竟减息总体的次数 或者看法是怎样的 那一刻会有机会变得比较明显 因为现在小美开始减 或者大家未必真的移动 其实大家可以顾一下 但是到左底一下 到处局真的比较多些明确的方向 可能假设到时 美股仍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其实就可能有个调整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反而第一季尾段 即未必一定三月份那一刻才移动 但可能去到二月尾 三月份的时间 第一季尾的时间 可能开始波动性会大一点 那变相可能第二季 如果正如刚才说的剧本 最终没有减少那么多的 可能回落一点 可能第二季就是一个 所谓调整的一个时间 然后去到可能第三季 到第四季 始终有年底大选 那最近那些时间的气氛 就会对美股所谓 想做好一点 即是你说 无论从政治因素也好 你一定是想做好一点 所以可能是一个高低 然后再高的一个格局 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如果真的要捕捉的话 我觉得可能等到第二季的时间 看看有没有机会是 持续低一点的 特别如果不够货的那些朋友 即是这样说 即是你有货 当然你这位继续持续 或者看着 一大调整才考虑 吃不吃 但如果你说想进入的话 可能就等过多时间 即是持续低一点 才能部署比较好一点 嗯 如果今年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AI主题 明年会不会都是 还是有些新兴一点的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我想暂时 AI也是其中一个主要主题 因为始终今年才是 第一年去炒 虽然你说 是不是连续炒 几年就未必 但是始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主题 这么大的一个新的题材 一般来说 你说炒两年 我觉得机会性也是有 但当然 下年那个炒法 可能和今年有些不同 因为今年其实 你说美股好 或者这份港股也好 如果真的关于AI事 其实是升得很厉害的 即是你美股那些NVIDIA都知道 港股其实弄小小 比如联想这些 其实都是关于这些事 都是升得很厉害的 那变相类似一个 挺单边向上的 但是第一年炒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憧憬会很大 可以放到很大 可以放到很大 你作估计做到多少都可以 但是第二年就开始 回归回现实一点点 虽然会升 但可能升幅 就一定不会那么夸张 所以我想是一个 亦都是反复去上升的格局为主 那如果你说 真的比较大的题材 我想这一番 都是一个可以留意的题材 明白 但是如果想问其他资产 你有没有自己心碎 就好像今年 如果你说 买金、买日股 其实都可以 是 如果明年有没有机会 除了美股之外 如果你说 除了美股 或者港股之外 我觉得 继续可以 反而 它开始觉得 强一点的机会 有机会 就是日圆会强一点 因为始终 现在很弱 很低 对 还有最大机会 就是转政策 那样东西 除了你说 一来看着日央行 那个货币政策 转变之外 另一个因素 我想都是美金 因为始终美金 有机会借着减息 就是会比较弱一点 那变相对于 可能日圆 或者其他非美货币 来计 都会强一点的因素 而你看到其他 那么多环球央行来说 其实就 现在有少论 就是日央行 可能反而会 结束超宽松 超低利息的政策 但当然未必那么快 因为其实他们 虽然近期不断放一些 口风出来 但比较大机会 我想都是第一季打吼的事 因为其实日本很有趣 就是三月份回来 就是大型企业 去检讨人工的一个时间 当然中小企业 是不定时的 但比较偏大型企业 就是三月份打吼 就是第一季之后 所以 如果你说它会移动一些货币政策 就是看着通胀 看着工资的因素来计算的话 可能去到第二季回来 才会真的移动 所以到时可能日元 就会强一点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 真的在股市以外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相对看得强一点的资产 而你说另外 其实我觉得虚拟货币 还是应该比较强的 特别比较 但当然这个好看着 大家有没有参与开 或者有玩过 即是今年因为比较大型企业 升了很多 而下年看得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工业会再减少 所以这个有机会 即是或者调分转 因为美元也会下跌 对于这些风险资产 也会有一个攀升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几类 都是看得比较相对 还是算正面的 但就因为一样 今年你只说比较大型企业 很少可以吸引这些价位 大家都知道美金一跃 其实很多资产通常都胜 但如果是港股 究竟有可否受惠 我先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因为上天其实是强的 这两天 再问Raffi 怎么看明年港股的走势 期指结算日 昨天阿玛大师重上17关 恒指高开53点 升幅扩大 下午后曾经升461点 高卫健17,086点 全日升418点 收报17,043点 成功1,099亿 波子升3.4% 四保37,663点 美团京东平保升5% 迫伏中升7% 吉利升6% 小米发布会后 逆史回吐0.2% 北水盘路 昨天北水转为走资19.7亿 资金主要沽指数EGF 相反 两大科网股获得北水吸纳 腾讯吸资5亿4千万 美团吸资3亿9千万 中海游有3亿8千万的淨流入 中移道亦有吸资2亿1千万 而淨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租淨沽出19亿2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EGF 酒资4亿6千万 潤币酒资3亿1千万 继续和Raffy聊聊的港股 昨天A股也有法力 人民币也转强 你好港股也反弹 重返万 中港股市 应该大家都想问 见底未见底未见底未 可能也有几个月 明年怎么走呢 如果想判断是否转世 我们应该看着什么关键因素 当然 看法上就抱着一个希望 也会比较好一些 港股也比较好 我们所说的 今年来算是跌了四年 跌了四年 就算今天说真的 就算升 一定扭转不了 因为去年年尾收1978 即现在才是17000 而且今年也是跑输 全球市场 也没可能今天升2000多点 去扭转回那些小 今年一定是跌了 所以四年跌了 所以如果跌了四年 当然希望下年可以做好一点 因为始终你说整个市况 股值所有的东西 就一定是低的 一定是便宜的 那问题只不过 有没有趋势 那当然了 你说趋势可能 就像你说的一些 类似转世的关键 那究竟什么时候 即是或者怎么判断 或者会不会出现 或者怎么去出现 那我想看几样东西 即一来其实港股 我想今年特别 比较弱的主因 即是完全就有跟着A股去走 即如果你拍两边的图 可能上证 可能刚才说的 道指、纳指标志等等 港股和A股是差不多的两兄弟